作词 李宗盛 从看不管你都变清晰 想在历史记忆 刻下我的印记 要用多少力气 爱才能被允许 我们的手分开的前行 要多久才能变清明 你看见面的流星 来自最遥远几笔 找寻了几个世纪 却如此坚定不应 以星星的命运 许下了决心 你是最美的秘密 变成身边的流星 守护你所有真心 不怕路途的远距 我会降落你心底 曾经有你一起 交换回忆 变成不平的远距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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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聪明 笨的时候也是真笨 周上的人设呢是高贵冷业 他要是说话说多了的话 那个微博就不像是他发的了 反正这些都不重要啊 来 不管怎么说呢 真的要好好感谢你 周上 这一路以来这么帮我们 谢谢你了 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 你怎么了 感觉很不开心的样子 我没有不开心 还说没有 我只是看到周上跟陆珍珍 就想到以前我跟陆珍珍一起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很快乐 每天无忧无虑的 也没什么烦心事 想吃就吃 想喝就喝 不像现在 自从回国以后 JR就一堆事情等着我处理 烦都烦死了 还有那么多复杂的人要应付 一点自己的空间都没有 你是不是觉得太累了 如果你要觉得累的话 随时借给你 随时借给你 其实啊 你在我这儿 可以什么都不用想 只需要做一个 无忧无虑的小女生 我说了很多次我 别再跟我说你不是小女生了 我告诉你 在我这儿你就是小女生了 放上 放上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不愿意做你的免费终身保镖 VIP那种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你做梦 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愿意做的 我说的 什么事 不是 你今天不好 我先出面 就是 你 我先做梦 grip 我先来 我先钱 我先来 大宝 你 因为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 这 这个有点听不清啊 你在现场能听得见吗 现场有点远听不清 不是 你不是天下第一女侦探吗 你怎么不凑近一点呢 我那是怕暴露好吗 如果暴露了连这个都没有 你们说 他们是不是内讧了 这种利益捆绑在一起 内讧再成长不过了 如果真的是内讧 那就太好了 我们可以趁热打铁 我觉得琳达就是一个突破口 你的意思是说 对 我的意思就是 趁他们之间有间隙 再加上我们有这个 我们可以直接去找琳达 单刀植入的话 说不定效果更好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打草惊蛇怎么办 最坏的结果 也总比没线索要来得强吧 我觉得如果对方沉不住气的话 直接进行到下一步的话 说不定我们从中能找到点线索 我觉得不妥 我总觉得这个琳达 背景没那么简单 而且我在餐饮部发现的漏洞 感觉并不是个小数目 而且这个琳达又是一个 开财务公司的 内幕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 那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已经是很被动的一个状态了 如果我们再不主动出击的话 只能继续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小布人责乱大帽 这句话你听过吧 我们现在越是被动 就越要沉得住气 夏雨昕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们这些人移花接木 中饱私囊这么长时间了 想办法再一步一步 掏空我们这样 我已经够沉得住气了 现在好不容易等到收网了 你让我收手 马总 你别这么急躁好不好 很多事情都需要从长计议的 好了 别说了 这件事情听我的 马总 哥 林达 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赵总 马总约我 他约你干什么 不知道 没有我只是之前不要轻取妄动 好 宋总 您可算来了 这个时候来找我 不怕惹麻烦 事出紧急 马总要见琳达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用人要谨慎 你用的什么人哪 统统使不上进智会帮到忙 真是不知道 那个马总知道了什么 你要知道 林达一旦出了问题 前程到郭宇 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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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你啊 林达的事情可大可小 你最好不动声色 把这件事处理干净 否则别来找我 宋总 林达小姐 从目前证据上来看 郭宇 有着非常重大的嫌疑 警方已经从监控上看到 肇事者是一名女性 你作为郭宇的亲人 自然会成为警方的 第一怀疑对象 我相信不用我说 你应该也知道 蓄意谋杀的罪名 可是很大的 好了 别说了 我现在能怎么办 他做都做了 但这是他做的不是你 只要你肯好好地跟我 跟警方合作 我相信你 你是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的 合作 怎么合作 我听说 郭宇有两本账目 你知道吗 郭宇确实有两本账目 而我一直都有备份 最初这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我可以把账目给你 但你能保证 我一定能保证 只要你肯把账目交给我们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 帮你洗脱鞋 好 王总 我就相信你一次 来来来喝一个 干杯 快快快 马总你真厉害 你这一住手 这账目就到手了 来来唱这鱼 下个坐的味道绝了 快尝一尝 快快快 好吃吗 嗯 还挺好吃的 唉 对了马总 这两天 郭总总是往医院跑 好像很关心胡佳一样 酒店的同事看到了 都说他们夫妻情深 戏别提有多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他这样 他以为这个警察 就不怀疑他了 他存在的 我倒不是担心说 郭宇怕不怕警察怀疑他 我是觉得 这一切都在他的 控制范围之内 要知道监控查到 开车撞人的那个 可是个女人 唉呦 这小子是真坏 这老婆情人都不要了 干嘛呢不吃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账目不对 你行了 我怎么不知道 你还会看这张碗子呢 马总你看一下 这张碗子呢 果然都是虚的 你们看看 这个是去年情人节的账目 按理来说 情人节那两天入住 应该是我们酒店 最好的高峰期 可是这个账目上显示 却和平常没什么不同 我按照您让我看的 我都看了 除了情人节 我们酒店因为危机 而入力大跌 可是这个账本我看了 和平常差别不大 总理来说 这是一个没有漏洞 却要漏洞百出的账目 所以说 如果我们继续按 这个账上去查 根本什么查不出 我们被耍了 琳达 作为郭宇的情人 壮人事件的可疑参与者 也是挖空JR的 地下公司控制人 现在却交出 这么一本假账 这就说明 她不单单只有郭宇 这一条内容这么简单 她想保护和想隐瞒 也不单单只有郭宇 所以 在餐饮部事件中 从供货商到采购 到以次充好的签单 再到财务 这是一条龙付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现在财务部 也被牵扯了进来 但是财务付款 应该是这酒店 一条龙的最后一步 然后才是洗钱 聪明 所以 在餐饮部 和财务部之间 就缺少了一个环节 市场销售部 之前我们顺藤摸瓜道 许诚就终止了 我想我们心里都有数 许诚这个人 只是一个替嘴告言 所以 琳达 郭宇 许诚 我认为都只是表象性人物 真正的幕后黑手 也就是终极贝斯 一定是能控制得了 市场销售部 和财务部的人 而这个人 我想我们心里都有数 只是需要正确 等等等 这说来说去 咱们又回到原点 等于白忙了 既然已经形成了 一个整个的关系网 那么这个关系网 就一定会有漏洞 比如说 这个人 是你 给我办的保外就一 怎么了 不行啊 为什么 这哪有什么为什么啊 走 吃饭去 我觉得我们没有 什么好说的 怎么就没什么 好说的了 你不是以前 最喜欢跟我聊八卦吗 马总可给你安排工作了 马总可给你安排工作了 看来 你也是不需要了 你别骗我了 你们会有这么好心 帮一个 像我这样的人 说实话 这事要是割我呢 那肯定不会 谁让我们马总 这么心地善良 哪天啊 就要是谁 啊 你慢慢得把照片预复 啊 你说你们看守所 这顶多吃得清淡一点 不至于没饭吃啊 你这整个跟一万年 没吃过饭也一样 说吧 来找我什么事啊 我要是说没什么事 你相信 不是 也许很难相信 不过这是事实 说实话许臣 咱们俩同为底层云 咱们好不容易奋斗到 这种五星级酒店 咱们也不容易 对吧 既然进来了 谁不想往上爬 你这种想法我特别理解 但是这件事情 你顶多算是一个背锅的 作为底层员工 我看不下去 就这么简单 当然了 在那些玩弄权术的高层年 咱们算什么呀 咱们什么都不算 顶多就是一个随时 可以被剃掉的七胜品吧 你别看马总这么看重 你别看马总这么看重 这说不定两天一找给我踹走 那都是有可能的 那都是有可能的 你记住 商场无战场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咱们就拿这件事情来说吧 他们连郭宇郭总这样的高层 都可以随时行行掉 更何况是你跟我这种小人物呢 什么 郭总也 你不知道啊 事情是这样子 这马总啊 最近被逼得很紧 郭宇的目标又太大 这赵总 估计是想放弃掉 郭宇这个棋子 赵总的事情 你们也知道了 这件事谁不是心知肚明啊 我告诉你啊 那个琳达 给了马总一本账本 这很明显所有的苗头 都指向郭宇 他们如果再想找一个 题材高样的了 那你的这事肯定明白 而且 那夏哥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 你应该很清楚 许臣 咱们以后 可是要去正儿八经公司 好好工作的 像这种关系 你都是要处理一下的 而且 你不能再给千年进去了 这不是马总 每次心情这么好 都可以把你救出来的 知道吗 你做得很好 我相信郭宇很快就会知道 自己被放弃了 那当然了 到时候 你就看着他们狗呀狗吧 如果当初听你的话 沉得住气就好了 不能这么说 对手呢 早就盯上你了 咱们还是有点防备比较好 行 反正 你没怪我当时 乱发脾气就行了 你的责任比我大嘛 再说了 当时其实我脾气也没多好 咱们俩扯平了 对了 蔡影部那边怎么样 你推荐的那个黎涛 她做采购的话 没什么问题吧 你放心吧 这事我都看着呢 不会有事的 不过你还是得看紧一点 因为现在 喂 马总 不 马可爱 现在是下班时间 你能不能不要老跟我聊工作 咱们也聊一聊生活 聊一聊理想 聊一聊风华雪月什么的 我马可爱的人生理想 就是让JR东山再起 我说你是不是自动屏蔽了 风华雪月这四个字 我再说一遍啊 现在是下班时间 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老聊工作 好不好 你看看你自己现在脸上 就只剩下四个字 四个字 天姿国色 愁眉苦脸 别跟我平了 我每天脑子里想的事情 比你喘得气多多 我说你这什么形容词啊 你看看你自己 迟早把自己逼疯了 跟我来 你呀 你呀就是平时生活太紧功了 要享受生活 耶 许晨 郭总 您就别在这里冒哭耗子 假装夫妻情深了 你怎么过来的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许晨 从今往后和你们 不会再有任何千两 什么意思 郭总 我只是求求你 你死不要带上我 我只是个小人物 当一次剃嘴羊 已经够我受的了 不想再有一次 如果以后你还是要 牵连到我身上的话 就别怪我狗急跳枪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不 您明白了 前段时间呢 您的情人琳达小姐 给马总一份财务资料 现在你和我一样 都是弃子 弃子没有用了 那她的下场是什么呢 你都听谁说的 我既然有办法出来的话 自然有办法能够知道 这件事情 郭总啊 请您好自为之 不要再牵连我了 否则 我只能够死咬住您了 好 你 怎么会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要不管我了是吗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 好啊 许臣一个替罪羔羊还不够大 想把我也扔出去 对吗 不许 说话要注意分寸 就算我要把你扔出去 也是你自己做的 一个大男人 因为女人 惹出来这么多事情 本来就应该你自己负责 你们让琳达伪造帐篷陷害我 让我来背锅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告诉你 如果我进去了 你们不会也好下场 我保证 我死也要拿你当垫背 垫背 怎么垫啊 我已经让琳达销毁了所有的证据 公司也注销了 你咬我 你咬我 郭羽啊 你要是聪明的话 就把这件事情扛下来 注意之后 不仅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费用 宋总也会帮你找新的工作 下半辈子 便就衣食无忧了 下半辈子 好一个下半辈子 好一个下半辈子 去死了 好一个下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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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否赶着你 看着我 谢谢啊 这个下半辈子 不是什么下半辈子 你怎么会 这是我 好一个下半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达 可以聊聊吗 不可以 我们没什么好说的 警方已经在肇事车上 找到了关于你的证据 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有配合警方的调查 所以知道事情的发展方向 但我愿意相信你跟这件事情无关 可是林达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个证据会在肇事车上 而且通过监控器上显示 那个肇事者是一个女人 所以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明 你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过去 我已经查过了你注销的那家公司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也注销了 跟那家公司所有的网来邮件买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你被利用了 林达 你现在无法证明 你与你上级的关系 无法证明这一切与别人有关 因为所有一切的经手人都是你自己 你成了所有事情的替罪羊 不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以为你和他们绑在同一条线上 他们就会顾虑到你 你错了 当所有的事情发生以后 火药烧到他们自己 他们只会切断绳索放弃你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为了你 也为了我自己 林达 如果你手上有郭宇真正的账本 请你交给我 我跟你保证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可是 我根本就没有那个账本 但是有一点 你说对了 郭宇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 这些钱拿着去国外重新开始 您的意思是 账本密码留下 拿着这些钱跑路 我会继续 打开 我会继续 你怎么回事 这么多的 那我现在是 我会想到我 我会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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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到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周清风 你这个王八蛋 你是琳达吗 是 王昂和我们走一趟 居然所有的事情都被琳达顶包了 没办法 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 咱们酒店存在的资金黑洞 和琳达曾经的公司有直接的关系 而且 郭宇的账本也不一而非了 郭宇还跑了 要我说 这个琳达也真是可怜 不仅自己被利用个够 现在连自己人都搭进去了 我们也没好到哪里去 感觉白忙了一场 其实 其实也还好了 你看 咱们这次交锋下来 虽然没能够抓到真正幕后黑手 但是咱们在财务部门 放上了自己的人 而且堵死餐饮部门 和其他相关部门的资金漏洞 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 而且 通过这件事情 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咱们俩心里也有了定数 也对 对了 马总 新的财务总监 您有人选了吗 有 我们现在不仅有了 新的财务部总监 还有了新的餐饮部总监 谁啊 叔叔 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这个 这个郭 这个 这个郭总啊 他 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 这太让我意外了吧 是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财务总监的位置事关重大 不能空缺太久啊 可是 让你这临时去抓人 你 你哪儿抓去啊 我这边呢 那倒是有个人选 你抽空可以见一下 叔叔 其实呢 关于这个财务总监 我心里已经有了 合适的人选了 是吧 可是你多见几个人 多集中选择 是好事吗 我推荐的这个人呢 他有多家的酒店 财务管理经验 非常合适 多家酒店管理经营啊 对 叔叔 那这个人 会不会对酒店的忠诚度 不太高啊 我是觉得 如果一个人 对酒店的忠诚度不高的话 是不太方便位置中人的 叔叔不妨看看我的人选 这个人呢 不仅有酒店管理经验 而且之前 也在我们之下工作过 我很相信他 我觉得 不需要太久的磨合期 他就可以胜任 是吗 嗯 他是谁啊 这次事件 我想都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警示 我们酒店内部的晚级 一定要彻底肃清 这次不仅是餐饮部门 还直接影响到了财务部 郭宇的事情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吧 由于我们JR最近事情很多 财务部门又至关重要 我有幸请回了我们原JR财务总监 孙杰 孙总 希望大家以后 可以好好配合他的工作 以后还请大家 得到馆长 得到馆长 还有 在这次餐饮部坚守自盗的事件当中 夏宇行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 也由于他的进一步跟进 才使得整件事情圆满解决 所以我已经决定 正式任命他为餐饮部总监 韩总由于身兼述职 也确实很辛苦 也确实很辛苦 所以我希望各位以后 可以同舟共济 一起为我们这样努力 马总 我认为这样不合适 的确 夏宇行对这次酒店的行为 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但是住店经理这么重要的职位 交给一个对酒店一无所知的人 恐怕会引起不满了 我同意赵总的意见 一无所知 夏宇行是从餐饮部门基层做起 我相信餐饮部的事情 他比任何人都熟悉不过 在目前的重要关口来看 我觉得他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如果在座的各位 有什么意义的话 尽管可以提出来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商量 有吗 如果没有人说话的话 就代表没有意义 好 那这件事情 就这么定了 我真是气不过 你说这算什么 把那个孙姐找来也就算了 夏宇行他算什么东西 你跟着爬了上来 再也不能小瞧这小丫头了 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 还有夏宇行 你也不能把它想得那么简单 好吧 我知道了 不过还好 郭宇那件事情 算是过去了 过去了 那咱们也太被动了吧 你就没想过要主动反击 失去了财务部 咽喉部门的人 你就不想再找一个有斗志 有目标 有共同敌人的自己人吗 有目标 有斗志 宋总 韩元斌合适啊 情敌之间的争斗 那都是要玩命的 你只需要推他一把 他的渡火就可以燎远了 好 我明白了 资料都这么多了 如果你想看的话 自己拿回去看吧 要不懂的话 可以来问我 没什么看不懂的 不劳烦韩总费心 谢了 夏宇行 这有的时候啊 靠小聪明上内 是不会长久的 不要到时候 哭着离开这样 离开这样 那恐怕 要让韩总失望了 我倒是要看看啊 这刷盘子 到底有多大的能量 韩总 你也监管了餐饮部这么久 那你知不知道 咱们参与部 分别菜品和酒水 定价是多少 夏宇行 这爆菜名啊 说相应的 虽然这些小细节 很微不足道 但是 往往输赢 都体现了这些细节之上 韩总 那你知不知道 哪一天和哪个季节的区别 每天要进多少种菜 多少种肉 多少种酒水 多酒精银餐 所以 所以这才是我们管理者 跟你们刷盘子的区别 对 你当然不需要去指导 这些小细节 所以才会让人利用 造成这么大的黑洞 韩元斌 你不认为 也认为 你不认为 对 你不是走着瞧吗 咱们就走着瞧 你不认为 是我的 你不认为 我认为 您怎么又要 你不认为 你别在这里 你不是走着瞧吗 来 干 喝茶 小丽 怎么了 你这茶 有点烫 小丽下次给你注意点温度 放凉冰 吹水 这 哥 你说你啊 人生大起大落 现在都有这么大的办公室了 这叫什么 脾气太大 这以后得赶紧飞黄灯达了 说什么了 好说 好说 这哥 我觉得 以后咱俩兄弟啊 兄弟齐心齐力断筋 开箱过度披荆斩棘 打倒那个韩人兵 就冲你这句话 这一个星期的话 我都记了 真的 不吹牛 骗你干吗 走 跟哥 寻事寻事 还寻事 你穿这特性 这身份官就不一样 哎呦 慢点 来 你不是当采购去了吗 怎么又来厨房啊 怎么 就地重游啊 你们俩该干吗干吗去 去 这不是来找你吗 人家还没谢谢你呢 谢我 谢我什么呀 既然当了采购我就好好干 你要真想谢我 那你的心可得跟我借 这样的话 咱们以后餐饮部 不会有任何问题 哎呦 夏哥哥你放心吧 我肯定听你的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飘在我心上 和我一起融化 狼狈不堪的人 在孤独的分岔口挣扎 很快到终点了 能让你停下吗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之间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徒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没有终点的乘客 提前离开的太多 如果拥挣扎 如果拥挤任意快乐 遗忘寂寞的时刻 有谁等敢诉说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 永远留下空格 我们之间永远留下空格 为些时候互相拉扯 曾经窗外的景色 如今只有我不舍 说过永远却走散了 在谁剩下我一个 在谁剩下我一个 对着空气诉说 你会做得好 对着空气愿